警方在題外變道取締違規 這時被開單的紅衣司機 察覺前方不對勁 趕忙呼喚員警 只見一名黑衣男子氣喘吁吁跑了過來 神情緊張說被人帶上車控制行動 警方不敢大意 立即通報線上警網 一路追逐包圍 終於攔住涉案的白色轎車 穿著白色上衣的范嫌 被團團圍住帶回派出所 釐清案情 原來陽性被害人 透過網路接待 極欠誠信范嫌20萬元 此次號下午2點半 兩人在萬華巧遇 承嫌犯嫌質問要求還錢 但對方不理不睬 因此夥同王姓共犯掘人上車 承嫌未逼迫楊男儘速償還債務 遂夥同王姓嫌犯 將楊男強行帶上車 並將其皮夾內 現金1萬7千元取走 陽性被害人在體外道路 看見路邊有警察在開單 跳車求援才獲救 原警也循現逮捕王姓共犯 全案依妨害自由隊嫌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接著中採用程關於新北報導